要问哪个国家的人最长寿 那肯定少不了日本 据日本时报报道 日本男性平均预期寿命 已经达到81.64岁 位列世界第二 女性平均预期寿命 已经达到87.74岁 位列世界第一 此外 日本还创下了 在世的世界最高龄者 吉尼斯世界纪录 日本福岡市的日本老人田中丽子 今年已经118岁 被认定为全球最长寿老人 众所周知 饮食、运动等因素 与寿命息息相关 但是 据2018年柳叶刀 全球健康发布的调查 在全球最不爱运动的国家中 日本排名第11位 只有四成的日本人 积极进行身体锻炼 为什么不爱运动的日本人 反而成了长寿的赢家 一、日本长寿秘诀 吃得对 此前就有研究发现 日本的饮食习惯 对于降低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 可全因死亡风险 有一定的好处 那么 日本人每天吃的是什么呢? 一项研究告诉了我们答案 日本东北大学的研究人员 对日本人饮食习惯 与寿命的关系 进行了研究 研究人员对9万人 关于147项食物的摄入频率 进行了平均18.9年的随访 并根据日本饮食指数 对他们的饮食习惯进行评分 得分越高 说明饮食习惯越日本化 在这里要指出 所谓的日本饮食 是指摄入较多的米饭 鱼类、海草、黄绿色蔬菜 味增汤、自物和绿茶 摄入较少的牛肉和猪肉 结果有了以下发现 根据JDI8评分 得分在6到8分的人群 比得分在0到2分的人群 分别降低了14%的 全因死亡风险 11%的心血管死亡风险 以及11%的心脏疾病死亡风险 具体到食物 多吃绿茶、海草、黄绿色蔬菜、自物 鱼类分别可以降低11% 6%、6% 5%和3%的全因死亡风险 因此 研究人员认为 日本人的饮食习惯 可以降低全因死亡风险 心血管死亡风险和心脏疾病死亡风险 之所以出现这一关联 主要与日本人喜欢吃 还有对身体有益的海草 自物 黄绿色蔬菜 鱼类和绿茶有关 不过 单一使用这几种食物 对身体的益处有限 但是结合在一起 就能产生强大的效应 起到延长寿命的作用 二 日本长寿秘诀 动得对 柳叶刀杂志 曾发表过相应研究 历经十年 对120万人 进行采样数据调查 综合75项运动分析发现 对身体健康最好 有助延年益寿的运动是这几种 第一名 灰拍类运动 常见的灰拍类运动 有打网球 羽毛球和乒乓球等 此运动对速度 反映能力 耐力以及控制力 有比较高的要求 会拍运动时 利用肩部和手臂肌肉发力 能增强肌肉力量 运动过程中 持续移动身体 需全身肌肉协调 特别是腿部肌肉 运动时 大脑也会跟随着思考 能达到健脑醒脑效果 与此同时 眼睛跟随着球运动 能改善眼球组织血液循环 以及代谢 缓解眼疲劳 有效预防近视眼 为什么灰拍运动是第一呢 一 灰拍类运动 属于全身性的运动 而全身性的运动 对身体各个器官和部位 都有明显的改善 它不仅可以刺激上肢和肩膀膀的肌肉 增强各个部位的力量 同时在锻炼的过程中 需要下肢的配合 从而增加身体的灵活性和稳定性 二 灰拍类运动在进行的过程中 需要眼睛和注意力 集中于眼球体上 不仅可以增强眼部的运动 同时还能提升专注力和思维的灵活性 有助于缓解身体和大脑的退化 三 降低疾病 根据柳叶刀的统计数据统计 乒乓球 网球等会拍类运动 可以降低47%的死亡率 也就是说 长期坚持会拍类运动 可以降低将近一半人的死亡风险 而排名第二的游泳 可以降低28%的死亡率 死亡率降低之后 寿命自然得到延长 同时 强度大的运动方式 就不再适合 虽然说游泳的好处很多 但是对于心肺能力不好 或者是不会游泳的人群 就不是很合适 而灰拍类的运动 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进行选择 其中像乒乓球 羽毛球强度是比较小的 对身体的压力和要求 也没有那么大 即使是身体素质 并不是很好的中老年人 也可以很好的适应 如果是身体情况良好的年轻人 那网球的运动强度 更加适合 不仅去卫性强 而且还能达到一定的锻炼效果 可以说 一举多得 第二名 游泳 游泳时 全身肌肉参与其中 通过持续呼吸换气 可改善心肺功能 促进全身血液循环 因为水的浮力作用 身体各个关节承受的压力比较小 关节不易受伤 坚持游泳能预防动脉硬化 推迟呼吸机能减退 刚开始运动量不能太大 每隔30分钟休息几分钟 每天游泳的时间 控制在120分钟以内 值得提醒的是 膝关节疾病 以及楼形腿者拒绝挖泳 肩关节以及踝关节受损者 不可养泳 腰椎肩盘突出症 以及腰腿疼痛者 不可自由泳 第三名 游泳体操 坐游泳体操时 吸入的氧气 跟身体需求量几乎相等 能提高心肺功能 帮助稳定血压和血糖 辅助降低血脂 改善血管弹性 预防心脑血管疾病 同时也能减肥瘦身 不过 有氧体操时 应达到中等强度 保证每分钟心跳达到140 到150分钟左右 每次运动 不能少于30分钟 一周坚持4到5次 第四名 好步 坚持跑步 能提升下肢力量 改善心肺功能 延缓大脑衰老速度 同时也能降低跌倒风险 每次跑步前 应有5到10分钟的热身 跑步结束后 适当地做拉伸运动 掌握正确的跑步姿势 腰背部挺直 眼睛看向前方 手臂保持放松 跟随着身体自由摆动 同时应调整好呼吸 第五名 球类运动 踢足球或打篮球等 能消耗体内多于热量 帮助减肥 同时也能提升心理素质 和反应能力 增强团队合作能力 不过 球类运动对体能消耗比较大 并不适合老年人 每一种运动 都有健康优势 因根据自己的年龄 侧重地选择运动 从而提高健身效果 儿童可选择游泳 不仅调节心肺功能 而且也能锻炼协调能力 青少年可选择球类运动 能提升反应速度 增强心肺耐力 利于肌肉和骨骼发育 青年人可选择爬山或慢跑 除了改善心肺耐力外 也能加快新陈代谢速度 帮助减轻压力 中年人应选择力量训练和快步走 能增强肌肉力量 老年人应选择稳定性的练习 如公布或仰卧举腿 运动应采取循序渐进原则 不能操之过急 三 中老年人运动应该这样做 一 项目选择 有条件的中老年人 可以在进行运动锻炼之前 做一次身体检查 根据身体检查的结果 来选择运动的项目 同时这些检查结果 也可以作为运动前的客观指标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后 再次体检 对比前面的数据 查看锻炼的效果 二 运动测试 在开始运动前 可以先连续下蹲10到20次 或原地跑步15秒 如果没有心悸 气促 胸闷不适等症状 则说明身体情况还不错 可以开始运动 三 循序渐进 中老年人运动 不可操之过急 一开始运动时 强度不宜过大 可以等身体逐渐适应时再增加 如果运动时感到身体发热 微微出汗 心力也理想 运动后感到轻松 舒畅 同时食欲和睡眠 也没有受到影响 则说明强度和运动量是一 四 坚持锻炼 有地放食 运动要有地放食 并持之以恒 这样才能更好地取得想要的效果 最好是每天坚持锻炼 每次锻炼半个小时左右 实在有困难时 每周锻炼不应该少于三次 中老年人要长寿 运动是关键 要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项目 和运动强度 循序渐进地进行运动 并且坚持下去 有需要时 可以借助一气 或者求助专业医生 来进行运动指导